有很多其他父母說你胖 那麼老還出來唱 快點跟男朋友分手 可能入學很久 年紀比較長的時候 就會看得化一點 看得通透一點 可能我想得更正確的時候 就可以想 他可能那天經歷了一些很不寓意的事情 出街無帶傘 臨到濕了 然後就回公司 就被老闆罵 所有做的事情都很負責 然後他找一個渠道去抒發 就是罵你了 網上不用負責任 所以他就把這些負面的情緒抒發在你身上 就會覺得不要緊 我會原諒他這樣做 歡迎收看娛樂hashtag 今集佳琦請來的有 Misha葉巧琳 Hello Hi 好像你染完粉紅色頭髮之後 旺啊 是你本身喜歡粉紅色 還是真的有大師跟你說 沒有 演粉紅色 沒有 是我自己喜歡粉紅色的 所以都會維持下去了 at least我這個project 因為我一直都在飾演Frayer這個角色 在我這個project裡面 所以都會維持這個頭髮 起碼到明年我整個project 走完之後才再做 這個project是關於你另一件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打機 其實打機方面有多瘋狂的呢 我最瘋狂是試過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打機而錯過了考試 是忘記了嗎 忘記了 是的 但也走回來了 其實都是因為我爸爸變成一個廣告 是讀音樂的課程 所以音樂是打救了我的 是令我有回人生的目標 即是脫離打機方面 是的 但現在又回到去 但現在的自己又不同了 可以將我自己喜歡的東西放在我音樂事業上的時候 整件事我就覺得好像很complete complete我自己的人生 即是當時就算有多黑暗都好 我可以拿回這個東西 做了我一樣充滿能量的一個project 所以就結合了打機和音樂 是的 The Odyssey of Freya 這個project 其實本身我們是 都不是說很喜歡打機的故事骨幹 當時我們都是說其實是虛擬世界的 所以整個project都是想用虛擬世界 讓大家一起探討現實生活中 我們經歷過的一些人生的議題 當我們放進虛擬世界的時候 你可以有啟發得到甚麼的救贈 你第一首歌《人間英靈》 MD就好像是Trader 預告之後的project是怎樣 但打到飛起的畫面 是配一首不算非常激昂的歌 是否特意做這個反差 是的 這樣的歌配在這些畫面上 我自己覺得多了一分感動 很多人會預期打機的trailer 是非常日式的 很熱血的 但我們反而就不做那件事 反而就給了一種感動 告訴你甚麼是痛的 我們人生是會經歷一些痛的 但反而去到我們第二首歌的時候 真的大家想要的東西就有了 又打得厲害了 其實你第一首歌已經是親身上陣打 又玩火劍 是第一次接觸這些動作 當然是 那時候都上過幾課 真的要去學怎樣拿那把日本武士刀 甚至去試那個火刀的時候 我都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我一直是一個很大膽的人 很大火 我覺得很帥 其實真的不是很害怕 因為大不了 你就把火刀丟到下面的地上 地上就已經是水池 反而我是怕就怕 我不想放一把刀去水池 因為如果刀濕了水 它就不會穿 是的 所以我反而壓力就是 無論如何都要死定 我又不會虐待自己 我會跟自己說千萬不要出錯 第二首 勇者都惡言 出這首歌呢 其實會不會跟你承受了很多負評詞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少 是入了一行之後會去經歷過 Kenji 我們這次整個策劃的最大粒機癮 Kenji就說想稍下來的角色 都說一些佛學裡面的不從的苦 這次的苦就是軟增會負 即是說軟痕 用欺力這件事去說整個故事 我們這次想在這首歌裡面帶出的東西 除了自己要拿出那份勇氣去抗壓之外 其實最大最大的勇氣就是原諒 是的 如果你看到那個MV 有隻大惡言的MV 在最後 其實我非是這個角色 我是擋住了學生會的那裏 不可以殺他 對 跟大家說 其實千萬不要 別人有對你的惡言 你就再拿那個負面 再傳開它 如果你可以寬暑 停止這件事的話 就可以阻止它擴散 就是軟軟相佈學治療 是的 以得步軟 希望可以帶出這件事 剛剛也說過 你平時生活上 其實大家都不會欺負你 譬如入了行 時會多人負評 那你怎樣面對 我行得正 站得正 我做我喜歡做的事 我尊重自己的職業的時候 作為一個行內的人 你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承受到這些壓力 如果我承受不了的話 其實一組就有很多藝人做不了 因為真的我們每天 更加 popular的藝人 他們受到 都有承受負評 很多 很多 direct message 是會message那些人的 我聽過很多很多 那你自己有沒有收到這些 我不多 少 都有 但是我不會去 怎樣去理會 因為 那我不懂的 已經百毒不侵了 你說如果是我很愛的一個人 這樣語言地攻擊我 我就會傷心 但是我完全不明白這個人 不認識這個人 那他在我生命上 那又有什麼影響呢 可以影響到什麼呢 開了這個project之後 看到你在youtube 都有推出一個 遊戲人間的系列 圈中除了你 還有一位美女 都是經常打遊戲 一起去吧 是不是其中一個 oh sorry 誰 還有Joy Heyman 哦是 但是他打遊戲的時候 經常說髒話 沒有完結 那你自己打遊戲是不是這樣呢 鏡頭前和鏡頭後 當然不一樣 但我不同的 因為我打 我很多打是RPG遊戲 我自己單打獨鬥 我不會跟別人的對打 所以只不過有時候 可能發問 哎呀這個boss很難打 然後再打過 那我又不會爆了粗的 另一個呢 在圈中又是很意外的打遊戲 就是估計機機仔 你之前也跟他合作過 那你會不會也打算找他切磋一下呢 沒有啊 我玩這些RPG遊戲 都不會跟別人切磋的 很少找別人切磋 不過如果他肯上臉 跟我打電話機 我都好啊